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6717点 中国上证指数呢上涨2.2% 已经突破3000点 目前3044点 原油呢 昨天价格也是上涨的 目前报价59美金 那么比特币和黄金呢 经过谈判之后呢 利空释放之后 目前是下跌1%左右 比特币下跌2%左右 目前报价10625点 黄金报价1390点 那么今天澳联储利率决议 所以说呢 大家要适当的关注澳元相关的产品 以及澳洲股市的表现 目前澳币呢 下跌至0.6970 今天的内容呢 主要是分为两部分 一个呢 是澳洲个股 Afterpay和Zip 昨天和上周五表现不佳 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陈述一下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澳洲呢 经过G20峰会之后 对澳洲的金融市场 以及全球的其他金融市场 有怎样的一个表现 那么Afterpay呢 上周五是大跌20% 振幅呢 非常大 目前从28澳币的价格呢 跌到24澳币附近 或者是以下的位置 那么这样的一个跌幅呢 当天是下跌超过20% 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呢 就去搜寻这样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下跌幅度这么大 我们发现呢 是主要是来自于Visa这一家信用卡巨头公司 发布了一个消息 他也要进居Afterpay的领域 也就是说先买后付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巨头 涌入了Afterpay的一个市场竞争范围 那么会对Afterpay原有的一个市场份额 产生巨大的一个不利影响 那么之前我们也知道 Afterpay之所以上涨的股价那么凶猛 是因为它在美国和英国先后开发市场 那么目前呢 在美国市场之前的表现非常顺利 但是目前呢 预示到了信用卡的老大Visa的一个狙击 那么之后的市场表现将会如何 其实非常难说 因为Visa呢 应该是行业中的巨头 占有的固定的一个线下的资源 Afterpay呢 也是同样和商家呢 进行长期的一个合作 所以说呢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下 基本面发生了严重的一个变化 那么我们后续呢 对Afterpay的一个持仓比例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那么大家之前可能持有20% 30%甚至40%的一个仓位 目前呢 可以适当的降低 因为基本面发生变化之后呢 Afterpay不再是行业的垄断巨头 有可能会受到传统行业的Visa和Master这些的公司的一个冲击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再对比一下Afterpay和Zip Zip呢 是下跌6%昨天 但是Afterpay呢 是下跌2% 同样的理由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里面 遇见了大的这个巨头的一个冲击 之后呢 小公司应对冲击的能力会更差 风险更高 所以说呢 Zip目前还处于亏损状态 那么相比Afterpay就会好一点 所以说呢 在买股票的时候 大家尽量去选择权重股或者是大盘股 这样抵御风险的能力会适当的提高一点 那么另一个方面的G20峰会开完之后 大家会发现 黄金下跌了 比特币也下跌了 这其实很简单 因为中美呢 目前虽然是没有完全的达成一致 但是呢 重启谈判的利好 也是对金融市场有一定的刺激和鼓励 金融市场呢 表现分为两方面 一类是风险资产 像股票这一类 那么美国 中国 澳洲 全球都在上涨 但是呢 避险类资产呢 就开始下跌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在之后的风险类资产 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关注呢 那么对于股票来讲的话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TWE这一类红酒 那么中国的茅台都已经占到了 1000块人民币以上 那么澳洲的红酒奔赴 作为澳洲第一大品牌 中国是高端红酒 最好的一个销量 目前呢 股价依旧是在第一位徘徊 所以说呢 这一类股票 包括奶粉 之前被打压的非常厉害 那么在谈判释放利好之后呢 出口企业 包括AMC 是做集装箱打包的 这样一些有利于出口贸易类的公司 都值得大家继续一个关注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GoMarket 在牛市来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做一定的杠杆投资 那么在我们这里做杠杆投资的这个费用 大概是多少呢 每年啊 大概是3.69%的一个仓息成本 那么这样的一个成本经过推税之后呢 我相信是变得非常有吸引力 因为大家呢 从银行拿到贷款的这个利息钱 还要高于这个数字 目前是3.9% 甚至比我们还要高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牛市的机会 大家一定要珍惜 为什么珍惜呢 是因为现在我们说做金融投资啊 主要是分为三点 政治 央行和经济 那么政治 澳洲已经是趋于稳定了 现在自由党连任 那么央行呢 也是降了一次息 接下来还有可能再次降息 今天的澳联储利益协议 大家要关注一下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经济 影响经济的重要中美贸易谈判 目前重启了之后 三大要素目前都是利好 利好澳洲的股市 所以说 这样的一个小牛市 大家要抓住机会 另外呢 怎样判断牛市到了一个尾声 很简单 大家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餐厅吃饭的时候 如果旁边的人都在讨论股票 今天买了哪个股票 明天这个股票就肯定上涨 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 基本上预示着目前牛市到顶了 但是 现在咱们出去吃饭 我相信没有谁在谈论股票 所以说呢 我认为目前还有 持续的上涨空间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